大家好, 欢迎来到快乐下厨实验室 我是小林同学 今天分享给大家的实验就是 黄豆酱炖鸡煲 超级好味 最紧要是快, 便宜, 正 我们现在来开始 大家不要小看这些雪藏鸡腿 我们的妻子也是以便宜, 正为主 雪藏鸡腿做得好, 都很好味 首先我们解冻清洗干净 洗干净后最重要的步骤就是 放1-2斤盐, 揉均匀 揉均匀, 每只鸡腿都揉均匀 揉均匀, 揉均匀 然后静止休息几分钟 然后用清水再清洗干净 这样就可以了 盐会洗净雪味和污漬 令鸡腿更嫩滑 晾干水可以来切鸡腿 切到一块块 骨头还骨头, 肉还肉 因为家里有小朋友, 便方便吃了 还有大家可以预先浸定些配菜 我用了枝竹和香菇 我用了薄薄的香菇 如果大家想用花菇 即厚一点的花菇 记得预先浸久一点才腍 枝竹清洗一下浸腍 现在我们就来简单调味一下 简单地腌一下 简单腌一下鸡腿 腌十分钟就可以了 下少许油 一匙盐和两匙生粉 揉均匀 腌十分钟就可以了 趁腌腿 我们来调调一下酱汁 首先我通常下了八成的味道 其余两成的味道 等煮滚食材之后再调调 我下了三匙 这里不说了 大家看文字 我文字写得很清楚 有时我怕说太多 会阻止你们看 你们看文字 我会写得很清楚 大家看看 这里看起来有很多酱汁 但其实是一点都不咸的 因为我们蒸鱼豉油 蒸鱼豉油也不咸 是很入味 但是不咸 大家可以试试这个酱汁 黄豆酱炆出来 真的很好吃 我们现在来开火 首先下一点的冰糖 将冰糖煮至焦黄 不要煮焦 然后就可以下姜葱爆香一下 就可以下鸡腿了 下鸡腿了 下鸡腿之后 就不要急着翻动它 让铺平在锅上 让它热一热 均匀地贴在锅上 让那些 让那些 让那些水分锁一锁 因为我们是用中大火的 可以锁住水分 如果你急于很近地翻动它 它会流失水分 我们翻炒一会儿 就可以下一些香菇 香菇也是热一热 煎一煎 才可以混合一起炒 这里我们会翻炒它一会儿 可以转一下锅 因为等它平均受热一下 那就加一点水 润一润 不要让它那么干 就可以下来 我们刚才调制好的酱汁 又是炒一下它 翻炒均匀 等它每一块鸡肉 也都吸收 那些酱汁 接着 就下一大碗水 它的水量 要是平住 平住食材 这样 我们要煮它半个小时以上 是的 水滚之后 就可以转到沙锅里炆它 炆它 我炆了半个小时 在沙锅里 等食材又是再次沸腾 就可以试一下味 调一下对不对 自己再调调一下 我通常这两成的味 这一阵才会调到足 盖盖盖煮它半个小时左右 中间大家可以开盖 搅拌一下 看看有没有黏着的 对 最后的10分钟了 我就下了些枝竹 因为枝竹浸淋了之后 也很快淋 把它埋在底部 让它吸收 吸收汁 这样就很好味 盖盖盖煮它10分钟左右 枝竹就不用炆太久 怕会会烂 这个时候就可以下了些葱花 沖下了之后 盖盖盖盖1分钟 就可以了 真的香味 整间屋都香了 我觉得小朋友经常说 好香 快点吃饭啦 肚饿啦 这里用沙锅的原因 因为它很保暖 你移到桌子吃饭 几分钟它都还在微滚 好正的 好好吃 我一定会说